欢迎回来月世界 不要再看我的脸 越来越大,越来越远 好了,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要谈一下穷人跟富人的差别 就是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的差别 那其实从最近在读的那本书 就是富爸爸跟富小孩 里面得到一个 其实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一个道理 就是比方说我们一般人努力的工作去赚钱 那就是为了去制服 应付一些开销 比方说可能是吃饭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所需 费用之类等等 那其实工作的收入来源 所有的工资的部分 其实就是让你可以用来吃饭 跟朋友聊天聚餐 然后爸爸妹 你如果没有女朋友之类的话 那你也可以透过一些工资的收入 然后来去做一些休闲娱乐 比方说可能去打打保龄球 或者是一些休闲活动 那不管 那你下半时间你可以选择 跟你的朋友小聚餐 喝喝小酒 然后干狗一下 那个最近谁又做不好 最近那个国茶部 那个干的这个样子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哦 他明明就是可以 一宗的事件 我才说不了 我想要再讲一下 一宗 一宗明明人就是很多的地方 他那个海军 的那个士兵 偏偏就要在 在那个一宗 校园里面集合 然后 又被赶出去 那那些人又在那边揉揉手 结果就又 反正我也不懂了 为什么要把那个 兵 放在那边然后集合 集合再出去 你知道吗 在那个 要往一种方向的金骨桥 丢上来之后 其实 右手边就有一个均匀 我就不懂了 你为什么 一定要 一定要把兵 就是丢到那个 我们那个 一些还没出社会的一些 新兴的幼苗 那个 帅哥美女 把 我 我无法理解 反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 越聊越伤心 回到那个正轨 那就是你下班之后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是 就是你可以跟家人聊聊天 吃饭 然后看看那些电视 然后做一点休闲娱乐的活动 比方说你可能打打game 或者是看追剧一下 那你时间就这样过 然后你就可能累了 休息继续找 以上这些都是穷人 穷人在做的 这种事情也是我在做的 我现在想要开始去改变这个观念 那穷人跟富人到底差别在哪里 其实他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 工作并无法让你致富 重复一次 工作并无法让你致富 原因在于其实我觉得跟 有很多人讲的一样 包括那些所谓的 叫什么 做我那包出来 那个叫什么 卖那个推销的 就是好像是直销 直销 对直销 就是他们一直谈到 所谓的固定收入 跟那个被动收入的部分 其实回到家你 当然你可以选择那些休闲活动 我觉得无所谓 或者是你可以切割一部分时间 请你切割一部分时间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可怜 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现在很可怜 可怜在于说 我们赚的钱永远不够 不够花 为什么 就是我们会赚了越多的钱 然后你越想要买很多东西 然后你买的那些东西 其实会造成你的负债 那其实你说 我赚钱为什么不花钱 我就知道花钱 其实这样子就会陷入一个 所谓的穷人的无限回圈里面 然后导致那些富人 富者很富 很者 穷人就很穷 就这样子 我们疯狂的 比方说我可能为了 我薪水就一个月就三万多块而已 那我想要买一台iPhone好了 我薪水不够 我就可能用贷款的方式 可能iPhone不至于要贷款 就是比方说可能我买房子 那我为了 为了要买房子 我就要背房贷 那我一背可能就二十年 那我就要疯狂工作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我才能把房贷给缴清 那那个时候 再这样我也五十岁了 人生都已经过一大半了 那那些人 拿着我的贷款的利率 一直收别人 很多很多人的利率 那他就赚了很多钱 那他在用那些钱 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 获利更多 那这样也是 我们就是只是 我只是每天固定的去工作 然后赚钱之后 去养活那些富人 富人 富人 不是富人之人的富人 就是 这其实就是一个观念转变 你必须要去思考说 如果说我舍弃一点时间 或者是说我拼下一点时间 是针对理财去做研究 我可以去投资一些不动产 你说我没有钱 我怎么做 投资不动产 但是很多的案例来讲 但我不知道那些案例是真的 那我可能要逐渐去测试看看 但是我觉得说 他说的事情很重要 比方说 我们去工作 赚的是工资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固定薪水 那所谓的被动来源 就是你可能透过其他的管道 其实像很多YouTuber 他也是拍影片来赚钱 那像我这样子 对啊没有人看了 也没办法 但是我是想 我想要拍影片的原因 只是在于说 我想要分享一些知识给 想前进的人知道 或者是说 我想分享的知识是 希望对社会有帮助的 一些看法跟想法 那我也不能确定说 他是 百分之百的正确 但是我觉得说 你觉得你今天如果 听完之后 你觉得你觉得不错 受用 那你就拿去用 今天有些人讲了 大概十句话 你有可能 他有可能一两句话是真的 或者是说 两三句是正确的 你就把正确拿去用 你如果觉得说 有些东西是不够正确的 那你就不要去 不要去听他 胡周瞎周 那以免就是让自己 陷得更深 其实现在 很多人讲 其实现在经济 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之下 股票或者是很多东西 都一直在往下抵 或许这是进场机会 但我不知道也不能确定 因为没有那么多钱 但是其你就是可以特 或者花点时间 除了在game上面 或者是说在那个 陪家人的地方上 多空出一点时间 你可以学学一点 不同的知识领域 比方说看看一些股票 或者是一些债券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一些基金 然后不动产 我觉得也可以 他里面特别强调 是不动产 其实不动产 确实是可以投资 但是就是变成说 你如何将你的财富 去分配 然后得当之后 我觉得重点 还是你要先有一个 稳定的收入 但是他里面提到的是说 我们一直强调 自己要稳定收入 才能去创业的 这个想法会卡死你 当然你 现在的时机不太好 我觉得我也不建议 你去创业 但是如果真的是 是想要投资的人 那我觉得说 与其把钱丢在银行那里 那里不如就可能 长期的去买一只股票 然后那只股票可能是 比较公股类型 或者是说是国家机构类型 比方说像是那个中钢 台铁 台电之类的那种股票 就他不会 起伏太大 然后你可以就是 去赚他的一些分红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是 比较稳定的做法 那其实 但再回归到最后的 这次想要谈的主题 就是说 你必须要透过一些下班时间 做一点所谓的 所谓的家庭作业 那家庭作业 其实他不代表 他里面书中说的是说 他不是说你把工作带回家做 或者是说你回家做打扫工作 而是你透过一些思考想法 然后回到家思考说你要把钱用在什么地方 请你先不要考虑把钱用在大部分 比方说生活用品 或者是一些应该要多余享受的部分 因为你想你赚的每一笔 每一分钱都是必须要去拿捏好 然后透过一些规划理财 然后去想办法透过规划理财的部分 然后来去赚取一些活钱的部分 我觉得这样比较重要 那他其实讲到是比较像是大富翁概念 小时候大家一定玩过大富翁 其实大富翁就是你反走过 就是去买一下那笔土地 然后土地你可以盖成 很多不同样的 不同各式各样的一些建筑物 透过建筑物的方式来去搜寻一些 所谓的过路费 然后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我觉得所谓的买不动产 应该也是这种概念 那当然现在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我说我就没有那么多钱 我怎么可能去买那个不动产 那你可以开始做小额投资 你可以投资一些小型的套房 然后去慢慢的把一些投资做增加 假设今天你买的那间套房 过了大概三四年后 不小心它突然涨 你就可以先转手把它卖掉 然后你可以开始规划说 买下两间的套房 那你这样又有两间的套房可以出租 那透过不断投资跟循环的结果 你会慢慢的让自己有自负的现象发生 那其实这种东西 我想很多人在讲 但是它就是有概念 但是真正在做或者是去执行的部分 才会让你做改变 那我觉得说像我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如果我的钱不够 那我会固定的存一笔钱起来 然后针对投资部分 那我认为说这笔钱 我是觉得说可以让它先 算是怎么讲 就像是投资下去 然后我没有打 假设你没有打算回收的情况之下 就是它是不关你生活痛痒的部分 你可以接受没有那笔钱 你也可以活下去的情况之下 让你进行这样的投资 我觉得一般人可以这样的投资 其实很多书上讲的其实都天花乱坠 或者是说非常理想 但是他们有些人可能针对他本来就有一些相关的背景 或者是说他有相关的门路 所以他可以做那样的投资 但是我觉得我建议一般人来说应该是来去投资比较稳定 然后可以持续成长可以增值的部分 然后来去投资那个项目 那投资本来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你必须思考是说 当他获利的越高的趴数越高的时候 其实他相对的风险一定会相对的提升 那你如果选择比较稳定的投资的话 相对风险会降低 但是回报的利率一样也是会降低 这是一个大家很普遍知道的知识 但我懂 只是我知道说其实有些人懂 但是他不见得会那样去做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观念 那观念去扭转之后 就变成说其实 他说其实我们每天回来 就是你可能就无所事事 然后就过一天 那有钱的人他会开始去规划 他的钱的部分要怎么去运用 他用钱的方式不是去花钱 而是用钱去买资产 那买了那个资产是可以增值 重点在于他可以增值的部分 那我觉得说 现在很多行业 就是有些都开始没落 那当然会有新的行业 做新的串起的部分 我觉得说或许这也是个机会 那我们去观察很多市场上一些变化 然后去了解 比方说Uber Eats 或者是Fubenta 在因应这波疫情的状态之下 当然也有厂商觉得他受不了 他的那个收费 他的charge 所以他宁愿就自己组成一个团体 然后透过可能某一个摊贩或厂商 也有用夜市这样子他直接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下定 然后他可以外送 然后他收取费用就比较低 然后他也不用每一笔都要寄那个单 我觉得这样也是个做法 那其实现在所谓的平台的建立 其实或者是所谓的共享机制 他确实是获利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而且剥削里面店家的那个成分也 我觉得也很相当严重 所以说这机制到底好不好 见仁见智 那Fubenta的 不管Fubenta或者是Uber Eats的一些朋友 我觉得说请你要思考一点 那很多行业都有可能会落寞 或者崛起 当你觉得说做这事情很好赚钱的时候 你要思考一点万一这个东西 它不见了你该怎么办 然后你是不是在赚钱的过程中 有没有办法存一笔钱起来 以应付之后可能来的变化 然后你在做Fubenta的过程中 其实你会不会有体力 或者是时间去进修某个职业 或者是某个技能 或者是一些知识的部分 然后来弥补你其他不足的地方 以便它消失之后 你还有一份其他的工作可以去进行 我觉得说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这样意识到 这种问题的存在 我觉得说当在还这个Fubenta 它就那样那么多的单 市场势力一定会饱和 那就会表示说 虽然现在会有更多的竞争者加入 所以你会分到的利润一定会相对减少 那当竞争压力如此之大之后 你获利没有那么多的情形之下 你会不会又没办法做这份工作了 所以在做某份 其实现在你真的是很可怜 不管你是做Fubenta 还是做什么东西都一样 你都同时可能必须要保持的学习的心态 然后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或新的领域 然后来确保自己有下一份工作 然后求得下一餐的温饱 我觉得这是相较于20年前 然后对现代人来讲会比较可怜跟可惜的地方 那其实现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盛行 导致很多东西是就变成说 有钱人很有钱 然后没有钱人就是穷而要命 然后我们必须不断的为我们的卡债 或者是为我们的房贷 车贷什么贷 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贷款 然后你控制不了你自己欲望 所以你会买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也是人资场景的部分 那你是不是有多余的资金 或者是说一个月存个一两千块 然后把那钱先存起来之后 设法去投资自己 比方说我不见得一定要是投资在有形的资产 你可以投资在人脉上面 你可以投资在一些交际应酬上面 然后扩展自己的人脉 然后你可以投资在一些资金上面 那假设黄金是一个历久不衰的 一个指标好 那即便它现在长得很高 或许它将来会长得更高 那你就再等 假设是等它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去比较过黄金的价钱 那我觉得说黄金它是算是 都有人会定期去收购的东西 就是它确实是可以保值的东西 比起所谓的钻石在讲 那你也可以透过一黄金的买卖 然后来赚一点价差的部分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 你的薪水是死的 是固定的 那你如何把你的薪水呢 挪一部分出来 然后去运用 然后赚一点其他的钱出来 那让你自己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里面有一些一个其他被动式的收入 然后来去让你 我们也不奢求提早退休 只希望说当你在买 其实我现在就算我赚这么多块 我会觉得说 我想吃某个东西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我会硬 我会硬硬 我会怕我想说 我可以不用吃这么好 我甚至一餐 我可以午餐就吃22块的面包就好 我就想要省点钱 可是脸就肿成这样子 你有什么办法 我本来没那么走 你知道吗 我有存钱 然后我想说 不然吃个面包好了 就面包越吃越肿 但是有个 嗯嗯嗯嗯 好啦不管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说 今天所谓穷人跟有钱人的差别 可能在于思考理财管理的部分 那我们透过行为思维的改变 当然我觉得说 休闲或者陪家人是必要的 那你除了那一点时间之外 可以空出个 比方说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间 关心一下一些时事啦 然后一些市场的脉络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 呃不动产啊 不管什么东西 然后你不要 你也不用急着 一定要马上去投资 你可以稍微去思考观察 然后你可以假设嘛 那我现在先投资了 然后过 你可以去抓说 过了几个月或半年之后 他没有增值 他有增值的话表示你眼光看来不错 那你就可以根据这样的眼光去 慢慢的去判断 然后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然后再来进行投资嘛 我觉得说 但你投资一定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不可能说一定会赚钱 会一定会赚钱的 也不见得可以那么快的轮得到你 你也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巴菲特了 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思想的转变会很重要 你如果每天只回到家 可能就累了就休息 然后也没有想要做其他事情的话 然后你就只是努力了工作生活 也无所谓 我觉得这样有所谓 就是你满足那样的生活的话 那也可以 那当你觉得说 你需要更多的收入来去 support你的生活手续的时候 你就开始去思考 像我之前会努力存钱 然后后来我还想说 我应该要怎么做 你要把它想成说 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才可以去消费这么多 而不是说我就付不起 我干脆就较矩 然后不要吃太好 或者是说吃普通一点 或者甚至就不要吃之类的 应该转换想法是说 我不是要存那么多钱 而是我努力看看能不能透过毕业方式赚更多钱 然后来满足其他生活 思考的转变就会带给你其他的一些思维思路的改变 那我觉得说 就像同一件事情好了 比方说一个卖鞋子的厂商 他去到过去去到非洲好 他看到那些人都没有穿鞋子 然后他就说 哇这里的人都没有穿鞋子 那我应该卖不掉吧 我一生都卖不掉 那我离开 然后另外一个商人去到那边 看到那里都没有穿鞋子 那里的人都没有穿鞋子 他说哇 老实啊 那里的人都没有穿鞋子 所有的都是可能是我的顾客 你知道吗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在说 你如何看这件事情 一件事情会有两种看法 那两种看法就会导致出 求人跟那个富人的差别 好啦 我要去做富人了 好不好 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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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啦 我们去研究看看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来自负一下好了 那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 欢迎在右下角帮我按计订阅 然后分享 按赞 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感谢你 拜拜